因为现代交通发达 年轻一代对不再常被使用的交通工具不再熟悉 本地船慢慢由以前连接香港大小倒序的主要交通工具逐渐淡出 因为不熟悉 令到行业缺少新血, 清狂不接 去日搭船过海的浪漫 年轻一代能不能理解呢? 想知多些本地船工作的情况 让我问问Mark和阿辉 谈谈本地船务如何入行 其实怎样才能在本地船上工作 有什么要求? 其实很简单, 只要是短期的课程 例如海市训练学院提供的本地船员 基本培训证书 毕业之后就可以成为普通船员加入我们 船上有两个部门, 甲板部和轮机部 甲板部最高的当然是船长 而轮机部最高的就是机长 船长负责驾船, 安全驾驶 而轮机长就是要在机房里 有些保养维修和轮机的操作 工作时间是很特别的 我们不是朝九晚五的 是翻一放一的 就是24小时或24小时 上班那天24小时 我们也会有工作时间 休息时间和站立时间 我们在轮机部 其实会有后勤支援 我们工程部后勤支援 就是正常的每年的船隻 连检, 日常的保养维修 还有其他公司都是一样的 都有其他文职的工作 是, 前景方面是怎样的 其实也很稳定的 因为你做了普通全员之后 你知道你的终极目标可能就是船长 你自然有更加的决心 去一步一步一步上升 你做了船长之后 其实你有这样的经验 你就会有机会去做管理层 但那个晋升过程是怎样的 你说一步一步上升 是否要考证书、考试试 是的, 这一行是不急的 一定要三、二、一去 三级船长证书、二级船长证书 一路一路去到最后一级船长证书 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培训 以及很多的证书 你要加在一起才能做船长 但那个时间要多久呢 其实很因人而异 但大约是三至五年左右 你升了之后 做船长为例 其实这一行都会有三万以上 船长是人工会比梁基长高 少少 在船上多不多女士 在船上工作呢 看到外面 港澳线和远洋船 很早已经有女船长和女领港 即有很多岗位女士都可以升任 是的 男和女一样都可以做工程师 没有分别 但当初你们又是为何会入行的呢 我读书的时候 其实都喜欢海 都想在船长方面走 很难 一直都知道原来一步一步的目标 加上香港很多人都说金融 和经济 我本身是想做一些实干的工作 而船长就好了 你有经验 没有人抢你 经验是自己的 那你觉得将来就很有保障 你有这个东西 你是专业的 由我19岁学师到现在 都做了二十多年 对这个行业也很有兴趣 我从在学习当中 报班读读的课程 读一个Ivy 机械技工 到现在我学义自用 公司对我也有栽培 有些改装经济 既然有些改装经济 舊型号、转身型号 其实我会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你工作也是辛苦的 遇到辛苦的时候 你也可能会觉得很累 或者会有气馁 你是怎样坚持下去呢 其实也是辛苦的 因为这一行 因为海上交通一直滑漠下去 而船上只有这些设施 为什么要克服呢 因为天气会每天这样变 可能今天好天气 明天就很差了 今天就下大雨 明天就很大风 那阿辉呢 有老师傅教你 其实没什么要怕 慢慢一步一步 有东西可以问 你不懂的最重要要问 他愿意去学 愿意去做 其实是什么都不怕 本地船或者已经不是 我们横跨香港各区的主流交通工具 但是它必不可缺 为我们繁忙的城市 带来不一样的节奏 但要把它保留 我们就需要有新血的加入 让这个有独特节奏的工具 得以传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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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